您好 欢迎收看4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七明年连续假期期间 花莲涌入大量游客 尤其是东大门夜市更是人潮淡黄区 被中央列入国家级的警报 连续假期结束第一天 花莲县环保局就立即要求 13乡镇市公所清洁队 要针对人潮聚集处加强环境消毒 而花莲市更是重点区域 对此市长郭佳琴表示 虽然担心廉价后疫情状况 不过清洁队人力不足 希望中央能够给予相关的协助 七明年连假结束 花莲县环保局在全县13乡镇市 全面启动消毒 并且在6号一大早 就协同了花莲市公所清洁队 扩大市区的防疫工作 尤其针对东大门 近三角商圈 还有火车站等闹区来进行消毒 那连假过后 在今天我们规划 全县13个乡镇 同步做互外环境消毒作业 那要消毒的范围 大家可以知道 东大门夜市已经列入国家级的警示区 所以今天花莲县环保局 也结合花莲市公所 针对东大门夜市 做一个扩大加强的 一个环境户外消毒作业 那另外的话 针对例如我们礼堂三圈 我们七星堂风景区 今天也都是列入我们消毒的区域范围 那我们在连假期间 非常多的花莲乡亲有回来扫墓 那所以我们在一些 那谷塔公墓也都做一个消毒 那13个公所的消毒作用 我们预计在今天上午就会做完成 清洁队人员特别针对了夜市的摊位区 走到用餐区桌椅公厕等区域 来喷洒西式漂白水来消毒 市长渭嘉賢表示 这四天的假期 看到不少游客涌入花莲 不免让人忧心会造成防疫破口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地方实际支援 那我们希望说 大家有这样的担心 有这样的疑虑 我们希望能够彻底的把这些部分 来做一个全面性的消毒 那再来就是要拜托我们中央的部分 能够来做相关的一个规范 那不要到事后的时候 我们才在做事后的一些紧急的应变 那还有在一些物资的部分 跟我们很多人力上面的缺口 希望能够来做相关的一个 给地方上面一个 实质上一个增加跟支援 那因为我们所有的清洁队 同仁还有消毒的人员 不只是现在的工作要做之外 还要再增加防疫的工作 其实人力上的一个支援后 有一点点已经开始有出现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希望随着疫情 希望能够趋缓 如果没办法趋缓的话 这样势必有一些工作势必要停掉 华联市清洁队消毒人力不足的问题 清洁队长吴庆长他也表示说 目前只有15名经过训练的消毒人员 在必须扩大消毒工作下 只能够调用其他队员 3月到5月的防训期 还有除虫工作都遭受排挤了 不过为了防疫 也只能够咬紧牙关 使命必达 既有徐利群华联市报道